红海爆发了高层向供应商收回扣 先前宏达店也发生 首席的设计师竟然内神通外鬼 这些高阶经理人虽然年收入高达上千万 但是仍然难以抵挡金钱的诱惑 而这样的影响恐怕会让红海接下来接单 信誉会出状况 比方说苹果可能就会担心 会不会因为有收回扣的情况 导致产品的品质 甚至是呢 可能是包括了品质啊 都会有良率都会有问题 那么令委提上干脆要修法 希望连政署能够成立专责的部门 以后也要监督企业 红海前资深副总廖万成 被视为红海集体回扣案的关键人物 证明郭台铭身边的一代老陈 就因为深谷采购机制 让郭台铭自信满满的管理破功 我们公司只要花超过一万块台币 都要有千金 其实红海采购机制堪称完美 任何采购案都要经过生产品质 工程和经营四个管理部门何可 带有SMT技术委员会最后拍板 但百密也有一书 管理终究是人质 副主委六万成就算是资深高层 坐领高薪 但还是难迪金钱诱惑 他每年居住超过百亿人 他难免就会呈现一个 就是说 全力使人腐化 回首过去两年震惊社会的弊案 年薪百万的明星经理人 坑杀政府四大基金获利近千万 去年鸿达店首席设计师 简志玲涉嫌虚报千万款项 还向大陆厂商泄密 而这次鸿海回扣案 分析师担忧 苹果等大厂信任打折扣 到头来股东还是受害 而依目前法条背信罪起诉 将来只会越判越轻 因此有立委提倡修法 定力专访由廉政署监督 不让经济犯有机可乘 最快九月送审 希望能力干净 把漏洞补起来 我忘了对自己